呃,喂 嗯,好,看着这盘棋啊 呃,选择这个也可以 局部呢,白棋池地还不错 总的来说差不多 然后拆这个,拆这个呢 选择挂也可以 然后白棋飞 这个也正常的一手棋 然后破坏黑棋右边 嗯,这里黑棋搬也行 或者是,嗯,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 之后 稍稍有点乱吧 嗯,应该也是可以下的 嗯 嗯,实际上白棋飞过来,当然也挺大的 呃,不飞的话,黑棋贴起来 嗯,当然也挺大的 嗯,所以白棋飞一个 嗯,走到这呢 双方差不太多吧 嗯,嗯,嗯,然后黑棋挂,白棋加,黑棋B住这个 这道棋选择就比较多了 嗯,不是飞价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不错 将来可以打入这个 这样如果能活的话 还是实际上非常不错的 是吧 非要我觉得可以考虑吧 嗯 实战走这个 嗯 然后点 嗯 然后爬回来 嗯 这个也可以搬一个实战没有搬是吧 嗯 搬掉也可以 嗯 这个黑皮下的 嗯 挺追求的 嗯 追求那个挤 嗯 说明白皮下的也是二个问题 嗯 白皮这里应该先挤掉的 是吧 这个应该挤掉 嗯 嗯 要不被黑皮挤一个非常 嗯 非常不好应对了 嗯 嗯 这个走到这儿呢 感觉上是如果白皮左边没问题的话 白皮比较生动 嗯 白皮这些籽比较生动 黑皮这个 上边位置比较低 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比较低 所以这个X我觉得还是稍有问题 因为毕竟这个籽有点近呢 这个籽如果是在E或者F还还可以是吧 嗯 位置有点近 所以白皮舍得让黑皮提 嗯 然后挤这个是让白皮挺难挺难应对的一手气 白皮如果沾 本身就是个形状非常差 黑皮就算最笨的冲断 白皮不好下这个气 嗯 很难应了 是吧 嗯 这不好走 嗯 如果走虎之类的也不行 这被扒一下 这个已经崩溃了气象 嗯 其实没有选择了 只有力 嗯 这儿呢 首先黑皮棺子已经损非常多了 黑皮已经损了一个大概鲜少十目的棺子了 是吧 也就是说黑皮这个子如果无条件被吃掉的话 黑皮大概会损掉二十目棺 所以黑皮必须得充分利用这个字 利用点方那个字 嗯 要是白白死掉 亏的非常多 这个关字 嗯 这一半栈 加这个半栈线手 这样里边黑皮大概多四目七 三四目吧 嗯 那如果白皮立呢 嗯 白皮这至少多了五目 本来一个黑皮像有十目的鞋 嗯 所以黑皮必须这边要有一些收获 事实上这些冲断 除了冲断之外呢 如果走靠之类的这个就比较复杂 嗯 这个挺乱的 是吧 但这还有个问题 就是即使吃掉这个好坏很难分辨 即使吃掉的话不见得会好 吃掉有可能也是个两分 是吧 因为转一圈之后白皮外边非常厚 嗯 左边线着打入都没有了 嗯 嗯 变化比较混乱吧 嗯 如果从这逃出来呢 这个当然也挺乱的 实战走这个 这样把一吃掉那个字 嗯 这个时候呢 这可以冲下来吧 先交换掉再说 是吧 黑骑士想保留这 保留党这个的可能 是吧 这边还有关子 嗯 那也能理解 嗯 所以走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嗯 黑骑有一定的收获吧 这个飞过来之后呢 黑骑争到了正面 嗯 是有收获的 嗯 如果只是双二简单往前跳一跳的话 这个黑骑明显是有收获的 所以白骑想办法 得把这个头睁过来 那直接走 非常危险 这黑骑有跨段 或者小间段什么的是吧 嗯 所以他在这边准备一下 这个时候作为黑骑 如果反击是 很容易想到的 白骑大概从这边再逃跑 嗯 这样也是个下法吧 这样我感觉也可以 这样黑骑我觉得可以 嗯 可以考虑反击一下 嗯 甚至直接 跳的话 我看没什么问题吧 嗯 反正实在如果这样 简单跟着硬 这个明显被便宜了 因为是在黑骑比较厚的地方 白骑先让我交换到几个 这样白骑就能飞出来了 白骑出头的面就宽很多 同时也挤压黑骑出头 嗯 也就这个时候 如果黑骑在这一带没有什么 太好的下法的话 简单被白骑便宜 这个力啊 这二十目不知道黑骑还能不能找回来 嗯 实在 这个胯胯是挺大的 把这几个字吃得非常大 因为不吃的话 黑骑将来这个冲下来 这招期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吧 走完之后 这还是先手 这个非常非常大 这个冲下去 这冲下去 估计就有二十目几张了 是吧 嗯 这就 简单 就算成这样 即使算成这样 这个 黑骑肯定是有二十目的 嗯 实战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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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白骑跨掉 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个 起 嗯 黑骑在中间 这几个字呢 基本想唯控是唯不上的 想找攻击目标也找不着 是吧 嗯 所以这里 黑骑时空亏的非常非常多 嗯 走到这儿 黑骑时空亏的非常非常多 嗯 左边这一带 是吧 就转了一圈 那二十目几 我估计也找不回来了 嗯 然后右边这个飞被把机抢到了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巨大的一手气 之前如果黑骑能交换到这些 也是非常大的气 是吧 嗯 所以走到这儿 黑骑时空亏就很难了 嗯 实际不太够了 嗯 中间那些的也 嗯 没有发力的地方 这个其实就比较难办了 嗯 实际收这个 这个呢 嗯 这边插一个也挺大的 也可以 嗯 一人一个吧 然后实际吃这个 吃这个有点小 嗯 嗯 因为白骑走 其实他也围不到 空 嗯 这他走一个 右边大身腿 这是什么时候想冲断 还是能冲断的 嗯 不着急走吧 这吃两个并不大 嗯 因为黑骑有这个力了 有了这个力之后 右边价值变小了 嗯 这个弯一个是好骑 嗯 然后白骑断掉 这个非常厚 本身也是有空的 这个飞也非常大 白骑的布 布补黑骑搬出来了 嗯 这样就是说关了 嗯 这如果退一个 也可以考虑啊 顶一个比较厚实 但脚里边就 暂时没有骑了 嗯 然后白骑压缩黑骑 嗯 这黑骑如果走 街上 可能好一些 嗯 这位白骑压缩 底下还是 被白骑便宜了 因为黑骑本身 就非常厚了 嗯 然后白骑再围这个 所以刚才作为黑骑 嗯 其实简单退个也行吧 是吧 避免走的太重复了 嗯 嗯 或者这里 小尖一个也能考虑 他搬就退一个 嗯 这个比较实惠 把实地拿住也行 嗯 把这条中间 违空 这样就 关子就很简单了 这个时候黑骑机会 已经是肯定不太多了 嗯 因为木数明显不太够 嗯 中间这俩吃的也挺大的 嗯 嗯 之前有机会 这里应该补一手了 嗯 后边小关子 咱们就不摆了 吃完胜负 还是主要在左上角 嗯 嗯 从这开始 嗯 我建议还是飞这个比较大 嗯 然后打入这个 这让我感觉好吓一些 嗯 实际上走这个 这白鸡或许应该挤掉 嗯 这是白鸡没办法 只有走这个 走别的都不太行 只有走这个最 嗯 最撑的下方啊 就转了一圈 什么结果呢 基本上就是 嗯 嗯 大概形成了这么一个棋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 这个黑鸡明显亏了 是吧 最主要这个挤太多了 啊 本身左边这实际亏的 其实也挺多的 白鸡围的效率也非常高 后来这结果和这个 其实差不多 是吧 嗯 所以黑鸡转了一圈 没走到东西 嗯 这个我感觉还是 这个时候应该强硬一些吧 反击他 或者是 嗯 想些办法吧 这比他这么便宜的 挺多的 这个适当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走掉 嗯 这儿再靠可能会好一些吧 是吧 呃 实际上 这边简单被吃这个吃的还是挺大的 嗯 可就时空就不太够了 嗯 嗯 后来黑鸡也没占到便宜 嗯 这个棋就 不太好 不太好下了 嗯 这里如果搬的话 搬的话 或许 嗯 能想出点办法吗 或许能 再走一走 这或许能想想办法吧 嗯 嗯 实际上 简单收官 黑鸡控制不太够了 嗯 主要感觉还是这一代亏的比较多 嗯 实际上亏的非常多 黑鸡没收获到东西 嗯 都白被白去吃了 嗯 这个主要左边损的比较多 嗯 嗯 那好吧 这番棋 嗯 别的地方 还有疑问吗 嗯 好 那就摆到这